成功降落 完成它的首要任务 不过这任务可不简单 这一架维正航空公司班机 从伦敦飞往纽约 飞行所使用的燃料 可是百分之百的永续航空燃料 成为首架全彩永续航空燃料 飞行的商业航班 班机比预定时间提早35分钟降落 维正航空创办人布兰森 与执行长魏斯从飞机中走出来 双手高举 像是说他们做到了 兴奋神情藏不住 目前商业飞行占全球碳排放的3% 而可以减少80%排放量的永续燃料 是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 虽然成功抵达纽约 不过这架飞机 返航仍是使用传统燃料 而且永续燃料的缺点是 生产成本非常昂贵 虽然制造成本高昂且供应不足 难以大规模生产 但其他的绿色燃料 还需要更久的时间来发展 业界希望透过维正航班 传达讯息 让永续燃料更普及 减缓气候变迁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同时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